歡迎收看文法歸宗之英文作文解析 大家好非常高興又到我們英文作文解析的時間了 那麼英文作文是英文文法的最高運用 那麼它包含了這個文法拼音拼字 還有組織架構內容等等是一個綜合性的練習 那麼在這個節目當中呢 我們將會介紹各種各式各樣的一個英文的文章 那麼從此呢從中來分析它的這個寫作的技巧 以及寫作的一個方式等等 以提升我們的英文作文實力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受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我們看一下文法歸宗之英文作文解析七字一 好我們先看一下它的題目是什麼 請寫一篇120字左右的英文作文 略論就是大概 因為這個題目呢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所以它這個地方說的略論 知識就是這樣 也是我們經常講的一個英文的格言叫做 knowledge is power 知識就是這樣 好 那麼 這句話短文呢可以分為兩段 第一段來解釋一下什麼是知識 第一段把知識先定義一下什麼叫做知識 那麼第二段談一談知識跟國家富強和個人發達之間的關係 到底知識產生力量對於國家跟我們個人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麼這是一個這個今天的這個作文的題目 那當然我們這個分成兩段 分成兩段 那麼在這個七字一在這裡呢 我們先介紹第一段 也就是先把知識 那麼到底是什麼 因為知識產生力量 知識有了知識 knowledge is power 為什麼有這個知識會產生力量 到底知識是什麼 我們先從第一段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整個念一下 knowledge is power knowledge is learning and learning is power scientists, engineers, economics, philosophers are people of learning men and women who ar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ir spatial fields it is knowledge that produces and adds to world's spiritual and material wealth 這是第一段 我們來深入分析 到底他怎麼樣的描述這個知識 到底知識是什麼 就是我們從小到大 一生都在追求知識 不管你從小學到國中到高中 你追求各個科目 不管是地理歷史 公民 英文國文 就是就在追求知識 知識到底為什麼這麼重要 它為什麼可以產生力量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怎麼來定義這個知識 knowledge is learning 知識就是 這個learn本來是學習 那麼學習加了ing呢 就是學了很多東西 那就變成一種叫做我們所謂的學問 那麼知識就是學問 而且呢 learning is power 學問呢 就會產 就是一種力量 你當年讀了很多書 當然這個這邊的learning呢 所形成的一種學習 成為一種學問呢 應該是不只包括這個 我們的這個 書本上的一個理論 知識 還包括一些技巧 比如說有些去讀這個 所謂的技術方面 高職 或者專科學校等等 他們學到一個知識 這個知識也是從 書本或者是由老師來 這個教授 所以它也是包含一種學問 綜合來講就是一種學習之大成 就變成一種學問 那麼知識一種學問 而且這個學問呢 是怎麼樣 是一種力量 知識就是一種力量 那麼scientist的 那麼包括哪些人是具有 我們一般社會上所公認的 具有知識的人 就是非常有學問的人 scientist 科學家 engineer 工程師 當然這個工程師很多啦 包括各方各面的工程師 技術專業人員 engineers economist 就所謂的經濟學家 不管是理論或者實際操作整個經濟的 economist 還有philosophers 哲學家 思想啦 創造一些思想啦 理論啦 哲學家 philosophers are people 都是一些人 什麼人呢 of learning 就是有學問的人 我們經常說過這個叫the 從後面來翻回去 就是有學問的人 there are people of learning 好 這邊再一個冒號 這個冒號就是更加的說明 到底是什麼樣的 這些人是怎麼樣的情況 就說科學家或者經濟學家等等是怎麼一個情況 就是man and women 就是不管是男人或者是女人呢 很多同學從這個國中開始 因為國中是強調一個均衡教育 就是不管你是自然啦 社會啦 或者是 數學英文啦 各科都要達到一點水準 他的要求是這樣 到了高中慢慢就變成了這個有一類 第一類組第二類組第三類組慢慢的專業後 再來到大學你可能就開始 學習這個所謂的 比如說讀什麼 語言方面的啦 或者讀這個 數理啦 科學啦等等 各方面各科系各部門 然後到研究所又飛得更細 到博士呢又是更細了 一層一層的推上去 所以他們這些人都有一個 特殊的這個專業的領域 也因為他們具有專業的領域 所以他們在各行各業發展 就會對社會造成影響 會有一股力量出來 所以為什麼說 knowledge power 掌握的這個最 精鑰的這個 這個最頂尖的這個專業知識 必然會對這個社會造成 會這個整個 會改變或者是影響 整個世界 那麼it is knowledge 那麼就是這個知識 這個地方用的是強調用法 在我們以前在 高中的這個文法裡面有加了 it is 加上一個什麼事情就是 就是就是什麼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這在英文裡面呢 這個這個用法是非常重要 尤其在寫在英文作文裡面 是一種讓人能夠耳目一致一心 能夠使得這個讀者能夠非常專注 就是什麼什麼如何如何 好 那麼這個地方呢就是說 就是這個知識 這個知識怎麼樣呢 that 強調這個知識 這個知識能夠produce 能夠產生 產生 produce 以及那個add 增加 增加後面加一個to 增加到這個世界的 世界什麼 就是他們會產生一些增加 那麼這個 spiritual 精神的 精神的 所以不是說只有對整個 國家社會的這個 物質方面改變 他會精神上面 精神的 以及這個material 物質的 物質的 財富 會增加 或者以及產生精神 以及物質的這個wealth 所以為什麼人類會不斷的 進步從以前 最原始的這個生活呢 過多到農業生活 農業生活 經過人的知識改變 機器時代的來臨 然後還有工業化革命 最後到現在可以說是資訊 甚至已經到了AI的這個 世界 所以一步一步的 那這些怎麼來 透過讀書 不斷的學習累積經驗 形成一股力量 創造 這個世界 而就形成了所謂的 精神以及物質的財富 這樣的把這個 知識的定義大概 能讓人了解一下 到底 what is knowledge 什麼是知識 在第一段裡面 尋把知識講出來 因為這樣的情況 而產生力量 而這個力量呢 就會對 在第二段我們就提到 對個人以及國家的富強 造成的一樣 一個很深的影響 當然這個影響 是如何的影響呢 各方各層面的 我們到下一集第二段 會再詳細的解說 好 我們最後再把第一段的這個 再把它這個 附送一下 順便呢 也可以把好的文章 好的用法把它記起來 好 knowledge is power knowledge is learning and learning is power scientists, engineers, economists, philosophers are people of learning men and women who ar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ir special fears it is knowledgeable that produce and adds towards spiritual and material wealth 好 這是我們今天所提到的有關於 knowledge is power 這樣一個作文主題的第一段 那麼 緊接下來它跟國家個人社會之間的一個關係 到底是如何影響的 我們到下一集再來把第二段呢 以及它的結論做一個完整的描述 使得我們這整篇的文章呢 能夠把它非常詳細的來介紹 當然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不要了 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及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一篇訊息 期待下次英文作文解析見面 謝謝 謝謝